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成在三座土堆旁挖钩时意外发掘出一坑造型奇特的玉器 随后不久参与发掘的燕家父子相继离奇染病 1934年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对这三座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 从地图上看三座土堆就像一条直线上排列整齐的三颗星星 因此得名三星堆 在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里充满着神秘的力量 其实有很大的秘密 沉睡三千年一醒经天下 三星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遗址走向了世界 露眼所看我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精美的青铜座 从侧面看有点菱形的像外星人的眼睛一样 有说他是帝斯的有说他是国王的 他的身份是目前来说猜测或者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一 或者是很多学者写论文就是冲着他来的 那一个发现是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就是我们一些古代神话传说的 并不是万里讲的 是有一部道理的 三星堆神秘的文物总能让我感受到神话的影子 我很好奇在这里真能找到神话真实存在的印证吗 我和丹瑞的文明探索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和丹瑞的文明探索之旅 好高大的青铜人像 这个全杖上面 还有些花纹 我看到这有鱼 你看这鱼鳞 这太美了 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非常地精致 我这戴的这个帽子还蛮独特的 我这就是那个贵作人 而且他们俩的贵子不一样 一个是双膝朝内的 一个是这样的 就像求婚那种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雷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三英雷博物馆 今天我带你们去看几件最有代表性的 几件文物也非常具有神秘感 好 你先来过吧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 老师 老师 这些菱形的圆形的都是什么呀 眼镜 眼形器 那咱们 dick 鲁鲜我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埃及对赫鲁斯之眼 赫鲁斯之眼通常是在这个棺材板上或者是棺果上的描绘出来 引到形状保护死者在通往来时的路上不受伤害 看清道路 不过这个赫鲁斯之眼相对来说比较写实 跟真的人的眼睛是差不多的 而我们赛鲁斯的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就你特别特别那个比加索 对对对对对 非常的比加索 这么夸张的眼睛 是在崇拜什么力量吗 一般来说跟古代的人类渴望光明崇拜太阳有关 渴望光明崇拜太阳 公鸡大名嘛就是我们隐身为隐行高歌呼唤日出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意境吧 结果也是一种太阳崇拜的这种表现 所以他头影是阳着的 对对对对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是渔府王朝的一个象征或者是国之重器吧 终于见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有名的那个方向盘了吧 就是双引号的方向盘 嗯 崇拜你比如说埃及啊印度啊希腊啊等等都能发现太阳崇拜 没法不崇拜 嗯 你知道老师您跟我都是重庆人对重庆四川因为是盆地吗 对对对 但是雾气呀湿气重对他就是太阳就是少啊对对 如果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恨不得就是出去去享受哈好的生活变去很 对对阳光啊对光线有一种下意识的需求和和崇拜 嗯 包括我觉得航天我们已经冲破到天际去想要去更靠近太阳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传承 可能对太阳崇拜延续到现在吧 嗯 对 古术太了不起了太有想象力了 一九八六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 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个地处西南延续两千多年的神秘古术国 开始在世人眼前缓缓揭开了面纱 可能上面好像也是一只鸟 那鸟 它那个也是是脚吗还是 嗯 它的鸟的脚它是腿的话 上面应该是人 我觉得人身鸟腿 对对对鸟爪人身下痕 鸟爪人身下痕 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吗 嗯不是 这件东西可惜它的上半身断掉了 卢浮宫不是有一件那个威纳斯吗 对对对 网友就形成这是我们东方的威纳斯 因为它 流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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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全全立体的三百六十度的 它的光感是特别震撼和强烈的 没想到三千多年以前 我们的鼓鼠的先祖 他们就能创造出这样立体的 具有浪漫感的 神话感的一个神术的时候 我刚刚心里还是很震动的 我是觉得很浪漫 很有幻想 很有想象力 这棵树出土的时候 碎成两千四百七十九片 而且还跟其他的青铜器的碎片混在一起 可以想象当时修复的难度有多大 我们修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气功 完全要凭着这个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探索去摸索 现在几个新坑里面都有神术 这儿出来了 我们寄希望于新的祭祀坑里面发掘 因为有些坑非常可能是同时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的有些拧目件到在其他坑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 这棵树 这棵树您觉得它在三星堆时代 是什么样的用处 它是祭祀还是要是什么 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件被祭祀的对象 就是所谓的树崇拜 树崇拜 树 山河金里面的扶桑 都是反映着古人对于树的一种崇拜 扶桑 神话世界的神术 树崇拜的观念 这种物化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只有古鼠文明才有的 只有三一堆人才能做到的 古鼠人创造了世界最大的青铜树 并把它当作神来摩拜 这和扶桑神术的神话有关吗 三星堆青铜神术诞生于三千年前 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也都有关于神术的神话记载 米坦尼王国出现过日仪术 亚素帝国有圣术与亿日盘 古印度文明崇尚太阳生命术 同时期的古老中国也有对神术的记载 山海经 上古时期在天地的东西两极 各有一棵参天神术 东边的叫做扶桑 长在水中 高大挺秀 树上有十个太阳 西边的神术名叫若木 若木长在荒野之中 遍体赤红 每天都有一只太阳神鸟 从东方的扶桑树出发 飞向西方的若木树 夜晚再回来休息 它们就这样周而复始 形成了人间的日升月落 有一种说法就是 因为时日嘛 现在我们看到了 有九只金屋了 那么另外一只金屋 在哪去呢 感谢观看 那么青铜神术会不会就是神术扶桑呢 找到了吗 还没有 你呢 还在找 找到了 在 在哪 在 不好意思啊 只能在这边啊 免疫力薄弱 关键时刻出状况 增强免疫力和增建口服液 别打噴铁了 不是要打噴铁 我又找到了 现在有没有可考的数据 三星堆的文明和山海经 哪个的历史更长一些 三星堆是战国到汉代早期形成的书吗 那三星堆文明是 四千五 四千五到两千八 那肯定是现有三星堆或者山海经 是吧 那这个青铜神术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如果我们能在山海经中找到青铜神术的影子 或许就能证明神话世界也许真的存在过 书上说 神树胡桑有十只太阳鸟 九只在下面一只在上面 对应上了 刚好有九只鸟 胡桑聚于水中 有水吗 有 这个树的底部刚好就有一条龙 龙代表水 山海经里面还说胡桑是大木 太平预览中也有记载说 胡桑是天下最高的树 尚可通天 那就太对了 它上面就有太阳的纹饰 树的底部还有一个代表山的设计 所以就说明是顶天立地了 嗯 基于这些信息 胡桑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慢慢地清晰了 湯古之地有神树 名叫胡桑 树上栖息着十个太阳 它是日月轮转的世界中心 青铜神树 和神话故事里面的扶桑神树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只是 差别就是树顶的部分 要是我们能找到树顶上 有一只鸟和太阳的话 那几乎是完美的契合 刚才的推理真是太烧脑了 看来得来一点增强免疫力的东西了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 想要证实鼓鼠人铸造的这棵青铜树 与神树扶桑之间的关系 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发掘现场了 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区 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区 一九八六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 就是在这个区域的 这边这个一号坑就是 八六年发现金杖的地方 神树呢 是在二号坑 我们从这边走过去就可以看到 我们来这边换一个衣服再进去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无菌的环境 对 这边就是一个连接点 这是我们的换衣舱 这个也是我们探索的连接点 坑哥太熟练了 之前演过这个U工作者 走吧 进去吧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八号坑 金童区 太精美了 太震撼了 太精美了 最复杂的一件铜器 哇 象牙全是象牙吗 那些条状的 翻白色的就是象牙 翻白色的就是象牙 翻绿色的就是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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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象牙 肉眼所看 我都数不清 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 精美的象牙 完全数不过来 但是我真的见到这个计台 这就是太精美了 太精美了 有可能是八号坑最复杂的一件铜器了 我太美了 虎头虎脑就在这边 看到它的身子了吧 哦 哦 我看到了在这儿 在这儿 我看到了 在下面你看长的那个 哇 你相信缘分吗 就是虎头虎脑的龙 之前都没有挖掘过 但是今年是虎年 然后咱们就挖掘出了一个像虎一样的龙 是的 这实是挺有缘分的 这也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 也是第一次发现 也是第一次发现 全新的发现 哇 我马天 不不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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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知道青铜神树树顶的残缺究竟是什么 但发觉还未结束 一切皆有可能 老师 咱们现在修复的就是象牙了吧 对 这一根就是我们基石坑里面新出土的一根象牙 这个象牙我们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初步处理了 如果是真正从基石坑里面提取的象牙 面上全是泥土 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 我们看了那个青铜神树现在修复出来这么的壮观吧 但是当时是两千多个碎片 你们花了十年的时间 你们是怎么修的呀 对 青铜神树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修复完整的 这些青铜神树当时出土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残缺 它当时不是说九只鸟都是完整的 所以青铜神树它修复的最大的难度就在于 由何找到这个青铜神树它相对应的这些部件 要再通过部件的这种断岔口进行一个比对拼接 其实就跟我们找拼图是一样的 拼图我们是知道最后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您可能找到了六到八株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株是完整的 您不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们难度非常的高 对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看了这个青铜神树 我们老在想 那个青铜神树顶上会是什么 应该有可能会是我们那个青铜的太阳轮吗 或者是青铜鸟 还是青铜 是什么呢 如果以您我想请教一下 您会觉得是哪个是青铜神树的顶端 它们放在那一块呢 目前而言就是我们认为 不管是太阳轮型械 还有我们的青铜鸟 它都跟整个一号神树 它没有就相对应的断岔口 不大可能是在青铜神树上 不大可能是在青铜神树上 但是呢 其实像青铜神树 特别是一号神树 它的树冠顶上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传说里面 去找到有一些相互的这种对应 我们知道整个青铜神树 它有三层 每一层有三只利鸟 要这样的话就共九只 所以我们认为 像互亿色热这种传说 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十日传说 亿色日 另外一只鸟 我们会怀疑它 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树冠的顶部 但是呢 按照修复来说 它确实没有修复的依据 没有修复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保留我们这种想法 让它能够先空着 也可以让观众或者游客 他们能够根据这种东西去猜测 去猜想 其实我们云南也有关于 那么多太阳的一个故事 是吗 对 而且这还是一个 不一族口口相传的故事 也是在远古时期 天上有十二个太阳 那十二个太阳特别的嚣张 下面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这时候呢 就有一对不一族的兄妹 他们有奇特的技能 就是摄日 哥哥摄下了其中的五个 然后那个妹妹 也是又摄下了其中的五个 有一个太阳呢 掉到了银河中 长期地被银河洗礼之后 就变成了月亮 另外一个太阳 就继续留在了天上 那我觉得三星堆到现在 他们也有对太阳文明的崇拜 我们隐身为隐行高歌 呼唤日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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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